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果雕摆盘》是一门艺术 68岁的连梅珠 翘首将水果变得上新岳幕 你是鸡鸡啊 嗯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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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长子教他果雕 李梅珠用孩子留下来的刀具 在果皮上刻出浓烈思念 这些年来伤痛渐渐抚平 今年母亲节前夕 小儿子在教学生打太鼓时 没有征兆 突然因心脏病变往生 两次白法人送黑法人 再度遭受打击的林梅珠 忧郁不想再教课 做不出来 就到老师的家里去 陪着老师做关怀 就一直跟老师讲说我们需要你 最主要是让他能够走出来 他如果没有再出来的话 大家都会觉得很可惜 现在在下刀你再切一切 学员及法心不断关怀 加上勤学佛法 林梅珠转念 人生自有因缘俱散 孩子的爱涌流心底不会消失 既然自己被需要 该及时付出 人生太隐藏了 甚至我自己也不想保护要多久 保护当下 拥抱着对两个孩子的珍贵回忆 林梅珠转烦恼为智慧 告诉自己要活在当下 果雕教学对她而言 能疗伤止痛 也是发挥良能 照亮他人 就看到大家很欢喜 我也很欢喜 好久不见